我给你带给大家 我有点尴尬 就是我只准备了 我心动男生的礼物 你有一份吗 激动不啥又没有你的 拿的 拿的 这是礼物是吧 对 我是学油画的嘛 然后我就把我的 心动男生给画下来了 肯定是你 他刚刚也说 反正又没有你的 我就 咱俩那么长时间没见了 我为什么会选你啊 好有道理 你看到现在的反应 就证明了一定是你 没事 咱们再等一等 先让他来见证一下 我们这个心与心的交流啊 南下跟朋友的相处方式 是什么样的 我可能是比较幸运吧 然后我遇到的朋友 都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珍惜他们 因为我有一次嘛 和我朋友吵架 但是我是那种 放不下面子 去主动找别人和好的那种 他人缘比较好 他就叫了很多人 过做道歉卡片送给我 然后一直到晚上 回宿舍放学 他在宿舍门口 然后颠了一兜临时等我 当时我现在想想算蛮幼稚的 当时我真的感动哭了 就是我感动就是非常感谢 我有这么好的朋友 对我这么好 你们有过这样吗 我想听一下姬米浩的 因为他之前跟我吵架 都没有给我道过歉 你怎么道歉啊 怎么让你说得这么暧昧呢 你一直叫错我的名字 你都没有道过歉 你知道吗 后来见面 一直叫我编导的名字 我知道他在叫我 我就是不想搭理他 就是他叫错了 我生气得很明显了 他就没有给我道歉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想到这件事情 对那个女嘉宾的伤害这么大 然后这个 所以说我一度想把你拉松 你知道吗 我这前几年才知道他叫什么 所以说我打了回去 只有把这两个人拉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你刚出类的时候 我看了一诚 我就说了这是南下 一诚问我南下是谁 啊 那万一他等会儿 跟别人表白 就别人牵走了 那就算了 他自然自然请了 就请我和我男朋友一起 不不不不 哎呀 哎呀 这样